三国演义,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,其中著名的战争,有有关都之战,赤壁之战,一陵之战等,但要说到实打实的硬仗,恐怕要数下面这场战斗最为激烈,这场战争不仅有猛将阵容参战,一国之主也先自上战场,比起关都大战中元少的不足,以及赤壁一陵大战中的火攻优势,这一场战斗是真的响彻云霄震惊世界的硬仗,猜猜这是哪一场战争,那就是汉宗之战,赤壁大战后,刘备得了荆州,接住又拿下西川, 从西川的地理位置来看,虽然一手难攻,但仅挨住西川的汉宗,却是一块而非常重要的战略之地,那里不仅土地肥沃,阶级中原,更重要的是,按照黄璇的说法就是,汉宗就是一州的屏障,如果没有汉宗,巴西,巴中,巴东都很难挽救,这就等无耻哥去了蜀国的四肢,所以刘备一定要拿下汉宗这块宝的,首先来看刘备的阵容,我们所熟知的五虎商将就去了四个,张飞,赵云,马超,黄忠,还有魏妍,刘峰,雷彤,乌兰等人, 谋是有法阵,黄犬,而诸葛亮等人在后方时刻准备待命,刘备也是亲自上阵,蜀汉几乎全军出动,到了全国,男子当战,女子当运的地步,曹操这边主要有夏侯渊,曹修,曹真,曹红,张和,徐晃,郭帆,杜夕等元老级别,身经百战的大江,曹操,也是亲自参战指挥,如此一来,徐楚肯定也在随行之力,如果能继续扛下去的话,他的儿子也是蒙江,曹张也会闲来参战,现在阵容已经很红礼了,正是很 惊人,这一场激烈的战争他好,国亚乌极具影响力的关渡,赤壁一灵之战,但是在关渡大战中,袁绍的指挥能力不行,他们军队的粮草被曹操偷袭后战局,发生了重大转变,在赤壁之战中,曹操不太擅长水中作战,于是终于,就用火攻取得了胜利,一灵之战转折点,也是火攻,唯独汉中之战,不仅军容很强盛,而且,这是一常识大师的应战,大将军亲自上阵,这一战流费,取得了最后 的胜利,曹操损失了夏侯恩,这人猛将王平也投降了刘备,虽然先走了百姓,但汉中之地全限失于刘备,刘备这边的势力,也达到了巅峰,拥有荆州一州,汉中三地,可惜的是,不知为何,史料中对于此战的记录却不甚多,甚至,连双方的兵力投入多少,都语言不详,这也成为三国军事迷的重要遗憾之一